代言老师 我记得先生之前说 为什么买那么多衣服啊 说因为我是健身教练啊 我需要形象 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说啊 衣服真的代表不了你的形象 我觉得你今天在场上 跟你妻子沟通的这个形象 不够好 你大部分时间在跟妻子说话的时候 要么就是插着腰 要么就是抱着手臂 那个样子特别的不好 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你所有和妻子沟通的方式 都是用抬杠的方式在沟通 她说冬你必须说西 她说你那横着是玩游戏 你说不是我在这个和会员交流 玩就玩了嘛 抬什么杠呢 她说你衣服太多了 你就抬杠说 那我要换呀 请问一天换几身啊 家庭生活 能是你只冬 冬就好 只西西就棒吗 不是的 是平等的沟通 平等的交流 才能达到效果 而妻子的沟通 我也特别有感觉 你永远都是笑嘻嘻地在批评她 其实你这个笑面背后 真的也是固执己见 固步自风扰 你从上场到现在 就反复在说 不喜欢她的职业 不喜欢她的这个工作 希望她能转行 说她身体受损 我能理解你对她的关心 但是你真的了解她吗 你真的理解她 为什么这样去热衷 执着于这份事业吗 她一定是快乐的呀 职业没有十全十美 我在享受做健身教练的快乐 我在把我的肌肉练成 我想要的样子时候的快乐 那势必就要承担 其他的一些不如意和痛苦 我可能就会因为运动有损伤 所以你要真的试着去理解她 她的快乐是什么 她的痛苦是什么 而不是指着她 一看你膝盖坏了 她爱这份职业 那是不是她的膝盖疼 你帮她用什么姜汤 什么泡一泡 我不懂啊 总有辅助的方法 其实这样你们两个之间 真的心就鼻子打开 她也不会插着腰跟你抬杠了 你也不会让她觉得 你总是笑嘻嘻 却不尽人情 不尽她心意 良好的沟通 就会让你们的夫妻生活 更稳定 回去好好聊聊吧 好吗 先生 多体谅体谅她 改改你的说话习惯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